這個我們的新的總統賴清德身邊 有一個很重要的前警衛室的主任 他雖然叫做萬里警衛室 而且新聞照片把它合成賴皮寮 但是他跟賴皮寮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大家先不要誤會 他只是剛好叫萬里警衛室主任 那主角就是照片上的這一位 這位主任他現在就叫做謝靜華 他之前就已經惹出很大的爭議 因為他的體側一直出狀況 久有人人家就幫他造假 所以他的下屬這個幫他造假的人 現在就被法辦 然後他自己本身也被調職 近代處分 那本來因為賴清德非常欣賞他 賴清德選上總統之後 大家都等著他閒於要翻身 準備要當總統的世衛長 都有可能有機會 結果他現在不斷的被爆料 最新出來的是林川媒的獨家 其他媒體也有接到 然後不是照片而已 還有影片 只是影片頗不舒服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它弄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他是蹲在路邊 旁邊看起來很像是資源回收桶 的這個桶子 然後一個女孩子蠻漂亮的馬尾妹 就跟他 本來是他喝醉了 然後可能要照顧他 結果後來他就突然一個手 去抓他的脖子 抓他的脖子之後要親他 因為這女孩子有戴口罩 他後來就把口罩剝下來 然後就跟他鎖穩了 這個過程都在馬路上 他都蹲在那邊拍 所以爆料的人說這樣子有損國軍的形象 雖然你說你現在是在 這個調職 盡在處分的過程當中 但整個畫面非常不雅 國安局剛才也做出最新的回應 他沒有否認這件事情 他說目前在做行政調查 那如果真的有違法 他們即將會進行懲處 這個賴清德現在恐怕就沒有辦法 再重用他了 請教楊明 這一位少將 其實就我瞭解 你要知道在這一家 就是林傳媒他們 把這個照片揭露之後 有更多家媒體都收到 一模一樣的爆料 而且還有連續畫面 所以爆料的人是高人 第一個 爆料的人離 就是拍下這一幕的人 離案發現場非常近 非常近 而且呢 而且沒有被他發現 是他親信的人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用影片 手機錄影片 然後截圖的方式 去提供相關的示證 那是不是 我認為是自己人的機率很高 就是跟他一起吃飯的 同桌的 同一場的 旁邊的人 的賓客 就我瞭解 其實這位謝金華少將 在之前那個體測的事件之後 其實就黑掉了 本來就不會翻身了 所以就已經被調走了 就調離了 他不會翻身 為什麼還要鬥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當選 很多人以為 因為當初 2020年他能夠變成 萬里的警衛室主任 國安局內部有一個說法是 他本來排序是排在 並不是前幾名 他是排在後面的 可是為什麼賴清德看上他 兩個原因 一個是他英文程度很好 他是全國安局多益考最高分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多次陪同 張忠謀先生到APEC水護 而且他不只是當安全的 所謂的bodyguard的那個角色 他還做水行秘書 客算翻譯就對了 對 因為他有這個外語的能力 所以這個賴清德 所以英文能力真的很重要 賴清德看上他是因為他的能力 可是內部的人不會這麼想 因為當時他也是上校 結果讓他還升到了少將 那個時候開始他就會被 所謂的裡面 所謂的高用顯微鏡 所以他那個體測的事情 就會爆發出來 懂了吧 可是這一波 體測事件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黑掉 不會再重用了 對 但是大家以為他還有機會 因為賴清德當選了 大家以為他會再被從 黑名單裡面拉出來 拔鎖 所以現在叫什麼 預防針 要讓他 徹底黑掉 而且因為他現在已經少將了 如果今天少一個少將 那就有人可以 多一個缺 所以我認為這個內部 鬥爭的機率 機會非常大 而其實你看到他那個狀況 可以在公開場合 去做這樣的動作 據內部的人講是說 他已經有一點 他自己知道他是被針對 他有一點自暴自棄的感覺 不顧形象 無所謂 來吧 你們弄我吧 那現在我聽到有個消息 因為現在當兵要當一年 很擔心說我們這個一年兵 不聽這個部隊的指揮 會不理你的管教 所以他們要求軍法要重新復活 大家還記得洪仲秋事件的時候 軍法就被廢掉了 那現在為了方便管理這些一年兵 軍法要大復活 這有可能嗎 軍審法就是說恢復所謂的軍事審判 那目前民進黨的態度 包括像莊瑞雄文言他們說不可能 為什麼 當初是為什麼把軍事審判 這個分開來的 因為洪宗秋愛 如果你現在把它恢復 那民進黨不是自己打臉 自己打自己臉 沒錯 而且那個時候主導修法的 現在每一個都位高權重 所以不可能走回頭路的狀況下 立法院 其實立法院法治局很貼心 他就是有幫這個政府 執政黨想到這個 可能你們沒有辦法回復到 所謂的軍事審判 那他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在訴審法裡面 加上軍事審 可以去做所謂的軍事審判法 這個相關的一些案件 納入訴審法 他就可以審得更快 優先審案 因為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的司法的這些機關 案件塞車塞得很嚴重 會導致這一類的案件 有時候一審 可能就半年 一年 兩年 拖延很久 那這樣反而其實對我們 就沒有效果 理論上軍事審判 應該這種案件應該要禁訴 就沒有威責的效果 對 所以現在就比說 又提供了另外一個方法 從訴審法下手 也許是有可能的 不過有個事情 我看了非常傷心 因為兩天前 台中有一個派出所的所長 他舉槍結束自己的生命 那後來這兩天的調查 大家很驚訝 他寫封信跟他太太說 對不起 我承受不了壓力 什麼壓力呢 在今年的一月九號 也就是幾個禮拜之前 他取締對方是酒駕 違規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有逮捕執行酒冊的時候 造成對方有傷害 民眾就告他傷害罪 後來居然和解不成 所以造成他親生的這個念頭 他覺得要被調查 他沒有辦法接受 那今天有另外一個新聞 有十六歲的屁孩 在我們彰化 警察要取締他 因為他無罩 大家都給他一個外號 叫無罩猴 說一個屁孩這樣子 結果他居然嗆警察 怎麼樣 你是很缺錢嗎 然後警察也很鎮定 你拍沒有關係 拍影片 手不要抖 來看一下這一段 不要抖 手不要抖 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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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訟 關你什麼事 管那麼多 我們停在那裡 你過來開我們無罩就算了 現在要管我手抖 不能理解的是 這個十六歲的青年 把這一段 這不是警察拍的 是他自己拍的 拍了然後PO在IG 跟他朋友炫耀說 你看我連警察我都敢嗆 而且連他的朋友 都拍過類似的影片 請教韋翰 看得真的很難過 可是這就是現在的實情 我們現在教育制度 其實在學校不能打罵 這十六七歲的年輕人 真的很多都是這樣 他明明是無罩駕駛 他覺得沒有關係 反正我又沒有被抓到 反正我沒有撞到人 真的還真的是 只要喜歡就沒有什麼不可以 不能抽菸 一段堆抽菸 不能抽電子菸 根本違反而來抽電子菸 跟你管不了他 學校也是一樣 沒有去上課 礦科也都不會退學的 所以其實現在的年輕人 家長也管不了 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 就是包含你剛剛講的 那個已經沒有軍法了 沒有軍神法了 就是部隊不好帶 那就學得不好管 沒有 弟弟你是 你是無罩駕駛 警察完全有權力盤查你 你是在大聲什麼 這是其一 其二要說我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國安特勤中心 我覺得會傳出這個新聞 一定有貓膩 所以你以為他已經沒戲了 沒有 賴清德其實考慮要用他 賴清德現在當上總統之後 我跟觀眾朋友很快報告 總統府會有個世衛長中將 會有個副世衛長少將 那個副世衛長就是總統的 警衛室的主任 所以那個少將就是 那現在這個人 謝敬華他是什麼 他是少將 他以前當副總統警衛室 因為副總統都有代號的 以前阿扁是御山 他就是萬里 所以萬里警衛室 就是副總統警衛室 2000年賴清德當副總統之後 他就是他貼身 所以我剛剛陽明都已經講了 又會英文 而且他也美國黑水公司 而且貼出來台南人 所以他有貼身保護賴清德 所以拔著他 所以他就是上校 世衛室的主任 升少將 所以升少將他以後 會出現體側的問題以後 他調出去了 可是因為現在當選了 裡面還有很多人 我會有市衛長中將 可是副市衛長是少將 一定有人覺得說 他會不會回來當少將的副市衛長 兼那個總統警衛室主任 所以有東西就弄出去了 就是說軍方其實誰會有這種 我們根本沒有人認識 對不對 像我以前 她那個拍的 就感覺很 就幾乎是站在旁邊 那就是身邊人 就是說軍系的人其實是這樣 那顯然就是現在賴清德 他當選了 五月二十才會組他的總統警衛室 裡面的人數也會增加 包括內衛 中衛跟外衛 所以就算不是我剛講那個缺 也會有其他警安族等等 可能就是有人覺得說 害怕他會站到好的位置 所以有什麼事情就把他弄出來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520之前 還會有其他的爆料 我們有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 謝謝 我